哈囉各位寶貝消窩的社友大家好 我是負責人布敬典 今天要講完這個主題呢 其實我很想要講很久了 但是我一直找不到博士的潛入點 那剛好這個禮拜呢 不就是因為一個炒菜鍋事件 炒得肺變癢癢嗎 那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 上網Google一下 那這件事情跟我們這個行業 比較有相關的一點是在於說 你市場會看到同樣產區的產品 比如說都是家裡販單的臥箱 或者是負聖的臥箱 為什麼有人一顆賣兩塊 有的一顆要賣兩百 或者有的一斤是兩千 為什麼有人一斤要買二十萬 諸如此類的會讓我們很多消費者 在懸貨上無所是從 也不知道怎麼去判斷真假判斷好壞 因為我市場在自己的社會裡面呢 分享一個觀念 因為現在這個時候呢 現在這個環境大環境不只是我這樣 現在這個環境 當然一分錢一分貨 但是貴的它也不見得是好貨 這個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因為會讓消費者無所失從 所以我今天要分享一個 在大家在選購下面的一個小技巧 而這個小技巧呢 也是我們業者本身都會使用的 在採購上都會使用的 我們今天先簡單分享一下 但是要用這個技巧之前呢 有幾點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下 第一個盡量是同個產區 用同個產區去做評價 印度老山就是哪 印度老山 蕭南就是蕭南 複聖紅鋪就是複聖紅鋪 盡量同個產區去做評價 然後第二個是 你的取得的成本盡量 不要相差有到20% 例如說你拿一款墨蝦 你買了是兩千塊 那你要跟它相對比的相對照 盡量不要超過20% 比如說這一款兩千 這一款三千 你拿來對比 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盡量不要相差過20% 再來就是任何的便利呢 盡量把它控制成一樣 比如說它粗細是一樣的 除了原料一樣 粗細也一樣 價格成本的成本也要一樣 那小盤香就跟小盤相比 微盤香就跟微盤相比 粉就跟粉比 不同的型態 不要拿來比較 接下來呢 我準備了兩支現香 然後呢 我們實地去拍攝一段影片 來分享一下 我們業者在採購的時候 不管是原料或者是香品 一定要做出這樣的動作 這樣的動作呢 來回交付幾次 如果他們的品質是不一樣有差異的 那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其中有一支的香味道會出的比較強烈 或者是其中一支的香 它的味道跟你認知上的味道會出現一些落差 這個原因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於 他們比較之後 弱的會把強的襯托出來 強的會把弱的壓下去 或者是說有些它的原料本身呢 可能不管是加了一些其他有的沒有的 你都能夠通過比較去聞出其中的雜味或異味 或者是相對的 它如果加了一些比較好的材料 你也能夠透過比較之後 把它聞出來 可是這一些是需要時間去練習的啦 也並不是說 每個人在一開始這樣子 做了這個動作 他就能明顯的聞出差異 對 愛情的記憶 都是最美的 對 對